好 OK 政府打算在4月30號 三讀新的品源條例草案 你們電盤電線對於這條條例草案有什麼提法 首先做一個補充 他現在講明4月20號就會開委員會 然後就會建議5月9號才做一個三讀通過 但現在只是建議 所以我們不肯定5月9號會做通過 但我們都會以這個做例線 現在我們電盤電線 其實之前搞過遊行 有上個立法會發言 亦都現在可以看到在搞一個展覽 去任共中英關注 其實我們由去年7月1號開始 打這個旗幟 打到現在才任其輿論關注 就可以看到這條條例其實是很難打 因為你講反權 講義次創作 這些香港市民會覺得好像不像新疆 但是這條條例它用這些官免堂皇的形式 它叫做不到一些的市民 令他們以為這條條例不關自己的事 很可惜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你講義次創作 你講義次創作 你講如何分享一些數字 都好 其實是現在每一個香港市民 除非你完全不接觸任何其他人 或者你不接觸不 接觸上網 什麼都不接觸 你才不會待入拍網 所以我們會說這條條例 就是用這條條例 這麼離譜 這麼分別的行動 就會更加去打 更加去難打 所以我們會著重去製造這個輿論 給這個壓力政府 所以我們最近比較大型的 就是開講一個網上的聯署 在昨晚已經聚集了8600位的香港市民 跟我們聯署 聯署一次會發十八封E-mail 去立法會議員 知識產權署 或者是商務局經濟發展目 那些官員的E-mail 希望可以製造更加多的壓力給他們 還有我們會不斷製造這些展覽 引起很多公眾關注 因為可以見到我們今天 這裡有很多市民 其實他們見到以前創作 是連這個Terms怎麼解釋 所以我們就希望更加努力 比之前更加用多些力 去讓更多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才會有足夠的力量 開授對方政府 我們之前試過文化界 或者這裡漫畫界 搞這些展覽 做過這些界別的推廣 我們下一步會進駐音樂界 我們跟音樂界有些名人都聊過一下 現在都一起合作空間 希望在音樂那邊再打多一些人出來 就可以引起更加多的輿論關注 所以可以見到我們的組織 之前搞過一次遊行 這次為什麼我們還沒搞呢 就是因為可以見到 我們認為那個社會的輿論 我們要再繼續去製造 去繼續去將這件事先升溫 還有這件事 那件以前創作那件版權 其實用遊行這些方式 是比較難引起的那個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們往後的方向 希望多些市民知道 然後我們再一起想對策 多人才可以做到事情 那你剛才多次強調疑似創作 那其實什麼叫疑似創作 還有這次反應條例 對網民或者市民做這個疑似創作 就有什麼影響呢 那首先疑似創作 其實就是講一切的創作 是用原作品上面 再加添你其他的東西的作品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什麼叫創作 創作呢 創作包括text video pictures 全部都是創作 你現在看到這個街 可能街牌上面的字 你也可以畫一個創作 那二次創作就是 將一些原作品 加上其他的筆物 再去做一個創作品出來 那好像說 我畫了一幅畫 後來另一幅 有位朋友 將那幅畫上面的人頭 再重新去塑造 去畫個其他東西 或者加一句對話 這些都是二次創作 所以其實我相信每個香港市民都試過 你只是 可能以前小時候讀書 在教科書上面 畫道虎 都已經是 那為什麼我說這條條例 會關注到全香港市民呢 因為這條條例 現在講的就是 將現在現有的版權條例 先放在網上 即是說 將現有的版權條例 如果你上網犯 觸犯了那些 就是轉傳 啊 複製之類的 都叫做犯法 同時間 它是說 二次創作品 其實都叫做犯法 那麼說法的話 其實我們香港市民有什麼保障呢 已經是零的了 再加上 他最近說過了一讀之後 他有一個修訂的 就是說 你超乎輕微經濟損失的 那些二次創作品 才叫做 納入螢幕 那什麼叫做超乎輕微經濟損失呢 我們沒有人知道 經濟損失已經很難定義的了 你可以看到 爾韻有很多次上任法庭 都是在打這個問題 其次的就是 那個超乎輕微的問題 那什麼叫做超乎輕微呢 其實我們會認為 這個跟那個 心靈傷害 是一樣的 是沒有定義的 那這樣東西的話 那不只是 其實是給他一把刀 他寒著你 他喜歡怎麼損失你就怎麼損失 他覺得 你是超乎輕微經濟損失的 他覺得 你這樣叫做傷害了別人的 他就會說你犯法的了 那所以我們就說 這條條例 其實全香港市民都是受害的 可以說 嗯 那 那 如果 這條條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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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普天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 可以見到我們最近出了一本漫畫 是由很多位香港漫畫家 甚至乎連張萬有都 福不為我們畫的 那裡最後是有一堆名人 他們的講話 我們還叫出來 還有我們之前也拍過一堆名人的片 已經在我們本身 我們這個YouTube有個channel 那可以看一看 他們全部都是說 例如何修蘭 余若美 Master Mike 曾志豪 金小民等等 無禮創作人 還是立法會議員 他們都是說 你這樣牽制香港人的創作自由 其實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就沒有快樂了 沒有自由了 那我們香港人還生活在這裡 還有什麼意思呢 其實 他們其實已經是說 其實創作自由 就是你本身的自由 你本身做每件事 其實都是創作來的 就算我現在是一個學生 我寫一篇文都是創作來的 我是可能連這些自由都沒有 我現在都還在擔心 我下年 我可能我讀大學的 我下年寫一篇文 我要控制其他名人寫的那些話語 那這個是不是二次創作呢 CY他憎我的 那他其實就可以居我了 他就可以告我了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現在是社會各界 我們看到名人也好 我們市民也好 是一樣都是很擔憂的 嗯 那我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